各位小金粉大家好 我是KIM阿金 今天我們要來試一下那個龍捲風 啊龍捲風我之前前幾天不是已經試過了啦 為什麼還要再試呢 因為呢好像有人跟我講說 龍捲風可以改渦輪 你們知道龍捲風可以改渦輪嗎 我聽別人講說龍捲風是可以改渦輪的啊 所以我現在必須要去試一下龍捲風 全GDA最快的超跑 如果再加上渦輪的話會變成什麼變態的速度啊 我先把它開進去改啊 確認一下遊戲中是不能改的啊 來來來來來這台 旋風龍捲風 旋風衝風龍捲風 沒有渦輪這個選項對不對 然後呢我們現在呢就先把手機給拿出來 手機開啟iFruit 等我一下啊 我看一下 iFruit 來 這個很重要啊 iFruit 你就在用iFruit 然後去找你龍捲風這一台車 你找龍捲風這一台車 然後你在裡面應該就可以看得到 渦輪這個選項 好這邊我這邊 哇渦輪要四萬多塊耶 然後按訂購 四萬多塊好 改裝改裝 旋風龍捲風 是吧 好了我已經用手機發出了訂單 那我現在直接把他開出去 開出去 開出去 是 那個改裝王 改裝王啊 等下你們就可以收看到我有這個訂單啊 洛勝都改裝 有收到一個龍捲風的訂單有沒有 來 我們去那個 洛洛勝都 改裝王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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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來接收這個訂單 是不是有一筆訂單 有嗎有嗎 我們先記一下我們現在的最高時數跟加速喔 是這樣子 都沒有滿的喔 最高時數是 少一格多一點嘛 然後加速也是少一格多一點 就是還缺一格啊 那我們這邊先修理一下載具 然後這邊有一個 處理應用程式的訂單 四萬七千目 改下去等下我們看一下 最高時數跟加速的這個 圖表會不會有變化 這個非常重要喔 改下去 來自應用程式的訂單 以處理 你的 車以更新啊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它再開進去看一下 有沒有變有沒有變 你們看這個 加速度變成全滿啊 加速度是全滿 最高時數 好像沒有變對不對 可是加速變成全滿 然後我們把它開出去看一下那個 路上的感覺 怎麼樣 怎麼樣 我們把那個 這一台電動車 成功裝上了一個 渦輪 ㄟ奇怪 他是電動車吃的是馬達 照理說不會有渦輪這種東西吧 渦輪不是增加那個 引擎的進氣嗎 就是進氣壓縮才是那個渦輪嘛 對不對 進氣壓縮 然後不影響排氣量嘛 那 電動車用的是 吃的是電跟馬達 然後硬裝一個渦輪上去 你們不覺得怪怪的嗎 來 我們這邊來 來測試一下啦 我們看一下那一般道路的 一般道路的那個 駕駛的感覺喔 我這邊要準備起步囉 恩 依然的靜音啦 靜音到一個不行啦 完全沒有聽到引擎的聲音對不對 不會因此改了渦輪然後就變得比較吵 也沒有就是一個非常安靜的感覺 可是加速好像是比較快尾速沒有什麼 任何的變化 尾速好像 只是很快就可以到尾速的感覺 很快很快很快可以到尾速 然後這邊 我的感受上是 沒有非常明顯快很多 因為他本身加速度已經夠快了 所以 再加上這個渦輪 我不知道 他到底快了什麼 多花了4萬多塊 那 在這邊的體現感覺 恩 撤不出來 撤不出來 然後彎性那些都不會有任何的影響 哇 ㄟ這個 直接飛那麼高喔 嗚呼 嗚呼 這波輪欸有差有差 看來只能去測試才知道啦 我們去測試 直線測試的喔 我覺得蠻扯的啊 蠻扯的喔 怎麼怎麼電動車可以改這東西 他原本就已經很強了啊 阿再改這個不是就無敵 我們 直接 直接來那個 ㄟ 對沒錯有人說做壞掉了 我也覺得這台做壞掉了 太誇張 哪有人這樣子的 趕快 原本 原本沒有加渦輪的成績是22.0喔 我們來看一下加了渦輪的成績是否有變快還是甚至是變慢 也有可能變慢啊 也有可能 時間 好像變慢喔 22.0是一樣快 22.0 完全沒有變快 所以他那個只是好看嗎 一樣耶 所以我這邊 要下個結論啦 電動車 GTA的電動車可以改渦輪 然後要使用ifroot的app去改 在ifroot的app呢找到你自己的這台龍捲風 他就可以去改這張訂單 他可以改這張訂單 然後 一顆渦輪是4萬多塊 然後改下去 裝飾用的 改辛酸的 沒有錯 所以建議大家呢 不要去改喔 這邊必須要下個結論啦 免得我到時候做精華 一堆人說 一堆人說那個跑去改有沒有 看爽用的 好不好 那個就只有那個 圖表加速那一個會變成全滿 然後 實測的結果是沒有作動的 好 有 要衝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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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看一下渦輪版的電動車 這場是否能拿第一啊 剛才那場第一你們沒看到 Go 來看看這個加速度 喔 直接地圖上 直接秒殺其他人啊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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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看一下 小地圖 喔左下角小地圖 跟這些人差了多遠啊 你們看 絕無虎爛啊 這台真的超快的啊 渦輪版電動車 欸 這場地 很久沒完啦 有點不熟欸 趕快趕快 這台車真的有夠穩 我對他特技競速的評價比 尼羅還有義塔利還要高啊 以前都還會考慮說 喔這場要用X80好呢 還是用尼羅好呢 還是用義塔利好呢 現在 完全不用考慮 就是龍捲風就對啦 渦輪版龍捲風 不能趕上去就不用刻意把他拆下來啦 爽爽到 快衝快衝 不要停下來啊 主要是急彎在甩的時候不會甩過頭啊 他有這個好處啊 那壓路岩還是會甩喔 因為畢竟抓 抓地力不一樣 有了這台車之後呢 就 欸可以說是獨孤求敗啊 只想要求一敗啊拜託啊 快的太誇張 就是這麼快 啊過彎又超穩 不知道在穩什麼的 呵呵呵呵 簡直是作弊啊 這個X80的過彎跟 811的過彎沒辦法像他這麼穩 這個過彎等於是有 伊塔利跟尼羅的過彎 然後又有 X80跟811的直線加速 一次取代掉所有的車子 這一台真的太威了 結束比賽 Winner 666 那喜歡我這支影片的話請在我影片下方幫我按個喜歡 還沒去我Facebook粉絲專頁按讚的人也去幫我按一下讚 也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